苗栗县投分市公所去年开办80岁以上长者加户 申请预测扶手指华店补助 今年为了扩大社会福利 特别将资格年龄下修到75岁 再加上公所与民间单位推出的弱势违行保险 居家无碍又暖心 投分市公所投分福德词去年底合作 以关怀弱势为触发 针对中低收入户等对象 办理违行保险 除了提供遭遇意外伤病的市民一份实质保障 今年公所更加码社会福利政策 包含了我们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还有中低老人收入户 中低老的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特进 还有我们的儿少 这个五大的弱势家庭 那总共的人数呢 总共有1521人去受贿 那我们就是说在保费 保额上是意外线10万块 那最重要的是说 在这当中如果有受伤 我们还有最高的额度的话 3万块可以去做医疗的使用 这个也是补县政府不足的地方 长辈在使用马桶预测时 容易发生跌倒意外 投分市公所提供补助 安装预测扶售及止滑电 相关费用 开办一年以来广受到好评 如今申请资格 从80岁下修至75岁 估计将近6000人受贿 我们的厕所的 我们的扶手 我们的浴室的 那个止滑店 那原本呢 我们是在设定在80岁的老人家 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是说 要让我们的经费是有充裕的时候 要更加的扩大的照顾到 我们头份的市民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年龄降低到75岁 也希望就说 我们所有相亲好朋友 我们家中的小朋友 对我们家中的长辈 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赶快来让我们的老人家更安全 扩大改善高龄长者居家环境 同时也简化申办文件 市长罗雪珠 呼吁还没申请的市民朋友 可置社会客办理 让长辈在家活动更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